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圣明一起来查考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祢救我们 我们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也来祈求这位神他可以使给我们救恩 来拯救我们得到永生 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历代之上第十六章 历代之上第十六章 请读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verse thirty-four to thirty-six verse thirty-four O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 verse thirty-five and say save us O God of our salvation gather us together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Gentiles to give thanks to your holy name to triumph in your praise verse thirty-six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of Israel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and all the people say Amen and praise the Lord 这段圣经是 大卫王他做诗歌里面的一部分 and this passage is part of the praises and hymns made by King David 因为历代之上第七章第六 第六章第七节那里呢 这是特别说明 这是大卫第一次 借着亚撒和他的兄弟兄 以诗歌颂战神的内容 and verse seven it says this is Davis first deliver his psalm into the hand of Asaph and his brethren to thank the Lord 我们在读历代之上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圣经又很长的篇幅在描述 这个在圣殿里面 敬歌颂神 敬拜神的这个制度 and when we study the first chronicle we realized that a good portion of this book is describing the order and the laws that's for the choir that sing praises to God in the sanctuary 那这些用诗歌 颂战神的人 他们是专职在圣殿 侍奉的 and the people that sing the psalms to the Lord they are doing this full time 因为历代之上 他从家谱开始 最后结束在 大卫准备的材料 要建造神的圣殿 first chronicle begin with the genealogy of David and it ends with how David prepares the material for building the temple of God 那所以这里面的内容 很多都是在强调 要怎么样让在圣殿的崇拜 是得到神的悦纳 然后让里面的神的百姓 得造就的 建造一个物质的殿 这个比较容易 因为只要有材料 只要有人力 有一个地点 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 把它建起来 但这其中最困难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里面的内容 就是要怎么样来敬拜神 这个制度 这里面的敬拜 要能够真的用心 用神的话来敬拜的 那敬拜神要有内容 那从历代字上看来 诗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个诗歌的颂战 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出来 是大卫王他特地设计的 因为大卫他本身 就是一个喜爱诗歌的人 他从幼年的时候 做牧童的时候 他就常常唱诗赞美神 那他也个人经历过 用诗歌可以把魔鬼赶走 因为当扫罗王 他被这个恶魔在干扰的时候 大卫当时候是一个牧童 他被叫到王的面前去 但他时候他知道 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神 那他是用诗歌的方式 靠着神的这个能力 把魔鬼赶出去的 所以我们从历代字上看来 在圣经里面 他特别在强调 诗歌的功用 以及诗歌 他所带给神的选民 他的属灵的造就 大卫他自己本身 他就做了这样一个一篇诗 交给这个在圣殿专职 用音乐来侍奉神的人 做出的一篇诗歌来 所以在第十六章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当时候 大卫已经把神的约会 把他带到了 抬到了他所特别造的藏墓里来 在耶路撒那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大卫他自己住在王宫 他想到神的约会 住在好像一个没有人要的地方 他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 所以他特别盖了一个藏墓 他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 他当时候忘记要求问祭司的立位人 要怎么样把约会迎到他这个所建的藏墓来 例来日章十三章记载 他用了神不喜悦的方法 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悲剧 是他一先没有想到的 到第十五章 他就特别去研究立法 到底这个神的约会 应该要怎么样来搬运 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方法 所以他发现要用立位人 用台的 用肩膀把这个神的约会 抬到耶路撒冷 这个他特制的藏墓里来 他抬着把这个迎接夜跪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当时候他欢喜快乐 他唱歌跳舞 他那时候在第十五章的地方 特别说到 他特别拆派了一些人 用乐器 各种乐器 大发响声来迎接神 而那个时候 他特别这里的诗班 他把这个 哪些人是应该用诗歌 来送赞神的这个制度 人员都指派好了 众民很欢喜地迎接了神的约会来到 他也大大的为百姓祝福 到第十六章的第四节 特别他就当时候就派了 一些立位人 专职的在神的约会前 侍奉神 第四节说 他们用是用颂赞 用颂扬 称谢赞美神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侍奉神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 当时候专职 颂赞神的 一批立位人 他们是整天的工作 就是在赞美神而已 那这里面他是有一群人在一起唱诗的 那所以他有各种不同的业器 有拔 有鼓 有各种施弦业器 那第六节特别提到说 是祭司比拿亚和亚哈希他在神的月柜前吹号 这个号专门是由祭司来吹的 因为这个是根据律法神所吩咐的 在民书记第十章的第八节 特别指定吹号一定是由祭司来执行 所以当时候专职人 他们负责用他们的歌声来赞美神 那其他的一些另外有天分的人 用各种乐器来配合赞美神 但是祭司就是能然负责吹号 所以这个号跟其他的业器要配合起来赞美神 那之后呢 在圣经的第七节开始呢 就加入了这一段大卫他的诗歌 那其实从第七节到第三十六节呢 这是特别加进去的大卫的诗 是可以用唱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赞美 如果把这一段拿走 你现在接下去看第三十七节 所以三十七节其实就接在第六节之后的 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 常常的侍奉神 一日进一日的职份 就是他们当时候被指派这些人 专职的在神面前 日月不断的侍奉 每一天都在侍奉神 然后到了第三十九节四十节呢 他当时候又派了祭师撒都 跟他的兄弟 众祭师在鸡变的地方 的那个坛 秋坛那里 在那里献祭 赞美神 那当时候我们就看出 在建造圣殿之前 圣殿还没有建以前 当时候有两个藏墓 同时在建拜神 这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 因为约柜在耶路撒冷 但神的藏墓 本来就立在基边 所以当时候他们献祭 要到基边去献祭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你看这些亚撒 还有这些赞美神的人呢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 这个藏墓在他们约柜前 天天侍奉神 那基斯撒都跟他们的 众基斯兄弟们 在基边那个地方 在献祭 也是在服侍神 我们就看到赞美神 跟献祭 一样重要 所以让我们看出 其实诗歌送赞神 是很重要的圣工 在诗歌里面 可以真的得到安慰 在诗歌里面 是在赞美神 在服侍神的 在诗歌里面 是在传扬神的作为 在纪念神伟大的拯救 甚至在诗歌里面 都可以来教导 后面的世代 怎么样来 记住神的作为 那最后呢 这个诗歌 可以让神的名得荣耀 那会让众人一起 从心里面发出 阿们 所以我们才看到 第36节 第36节 众民听到 这个诗歌以后 他们都说阿们 赞美神 就是说 这是听众跟唱的人 互相的呼应 表示说 这个诗歌 他在传达的信息 众人感觉到了 他们从心里面 一起来赞美 这位天上的神 那他们当时候 在唱什么 他们唱的诗歌 在第35节 特别说 拯救我们的神 求你救 祭局我们 使我们脱离外邦 我们好赞美 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荣 为夸圣 为荣耀 他说 主以色列的神 你亘古 直到永远 是应当成熟 我们就看到 这个诗歌 大卫当时候 他写的这篇诗歌 非常有力 其实从 历代至上 如果我们 从第7节 一直看到 第22节了 这一篇诗 其实是诗篇 105篇 第一节到第15节 重复 105篇 第一节到第15节 我们可以对着去看 就是说 但是105篇 他特别没有写说 作者是谁 大家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特别说 是大卫第一次的时候 他为了要 这些立位人 专职来 侍奉神的人 他所写的 让他们配合业器 来歌颂神的 所以 先有这些诗歌 他有做这个词 之后 这些立位人 他配合 配合这个乐器 然后做出音乐 大家一起来唱 然后从第23节开始 到一直到33节 这一段 跟诗篇96篇 很像 基本上 差不多就是 一样的东西 诗篇96篇 也没有写 作者是谁 但是他写 这是亚撒 这可能都是亚撒的 亚撒的子孙 他们所做的 但其实我们看 历代字上就发现 这个歌词本身 其实都是大卫的受品 从第35节开始 到36节 其实这个诗篇 106篇 第47节 48节的 我们就看到说 这一篇 这篇 大卫的诗 它是 从诗篇里面 组合起来的 但是因为 在历代字的作者里面 他特别强调 这一段 是大卫 初次把 他的 对神的感动 把它交给 亚撒跟他们的兄弟 做成诗歌来唱 他颂账的对象 就是这位神 是拯救我们的神 大卫 他的一生当中 他对神 充满感谢 因为如果没有神 拯救他 他早就死了 他没有机会 做王的 因为当 扫罗王在追杀 他的时候 如果神 没有神 出手拯救他 他早就被 扫罗王抓到了 但是神就是 很奇妙的 让大卫 可以得到一条 出路 跑掉了 所以大卫 他自己很了解 他要感谢神 他要传扬神的名 所以在他的诗歌里面 他一直在强调 神的名是伟大的 要常常来谈论神的作为 要常常来觉得说 我所敬拜这个神 是很荣耀的 是我觉得可以向众人 来夸耀的 来一起邀请说 来跟我一起赞美这位神 我们请读第八节第九节 你看这里 他特别提到 歌颂神的重要 我们要常常 对着诗歌 来想念神的作为 诗歌有时候 让我们记住 神对我们的恩典 真的今天 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是因着诗歌 来认识神的 因为诗歌 其实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特色 当然诗歌 我们现在所唱的这个诗歌 它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 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 跟两千年前 神的选民在唱的不一样 音乐 调性都不一样 但是 那个歌词 它的目的 以及它从信里面 所发出的赞美都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 诗歌所发生的力量 很有可能 比过去还更巨大 你看我们今天 很多人一上车就听音乐 做什么都要音乐 没有音乐好像做不了事 有些学生没有听音乐 做不了功课 所以音乐 会让人在这个思想上 他能够更专注 他能够享受 这个音乐所带来的效果 那其实这个诗歌本身 它会让人想要亲近神 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 有听的诗歌 跟在外面 在Pub里面 在那个market里面 所听的音乐不一样 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听到的诗歌 会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的 圣经里面 已经描述 许多诗歌 所产生的力量 可以胜过魔鬼 可以打胜仇敌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来信主 是借着诗歌来的 我们有一位传道 他之前是没有不信主的 不信耶稣的无神论者 但是他参加过一次的 诗歌布道会 他的朋友邀请他来参加 那一次的 参加这个诗歌布道会 改变他的人生 他被这个诗歌吸引 他觉得这个诗歌很好 当然接下去的信息 他有很多疑问 当然这些疑问 其实都可以解决的 最后是借着圣灵 让他无话可说 神就在这里 但是因着这个诗歌的 这个诗歌的力量 让他发现到 在这些敬拜神人当中 他们所用诗歌 发出的力量很巨大 生命力很丰盛 我们教会有个和解 很多教会 她本来也是 拜偶像的家庭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很敬畏神 很敬拜 这个信仰 很执着的一个家庭 他做什么事情 就说先要到 庙里面去问神 求问之后才去做的 因为他的长辈 他的爷爷奶奶 父母亲都是这样做 他就认为说 常常敬拜神 就有平安 有健康 所以他没有多做 其他的想法 就是觉得 敬拜神是应该的 而且有东西可以吃 又有平安 为什么不要 但是后来他去 当护士 读护士学校 那大学校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科学 都是用理性去分析的 虽然他自己本身 有这样一个 家庭的背景 可是他认为 他还是认为是没有神的 因为学校教育 已经把他的脑心变成 这个东西都是心理作用 所以有神的人 其实只是 敬人为戒 很自然的 他认为说 他自己就是 相信科学的人 他对这个去庙里 拜拜的 这些长辈的作法 他也觉得 好傻 但是知道有一天 他说他快要毕业了 他的好朋友 在平常跟他在相处 就开始哼哼唱唱 在唱诗歌 因为他这个好朋友 在唱诗歌 他就旁边听 他觉得很好听 他觉得 这个 反正他很喜欢 他就问他的朋友说 你在唱什么 朋友就说 我在唱赞美诗 这是我们教会的赞美诗 结果那时候 他觉得很好奇 你这个教会赞美诗 怎么这么好听 我要来听听看 所以 他为了要听赞美诗 他就跟着他朋友 来教会聚会 因为 他发现在听赞美诗的时候 他心里面很平静 那他就想说 那你们在唱的这些诗歌 如果我也可以唱 那不知道多好 就这样 他来到教会目道 他才知道 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 平常都在做的事 就是用歌声来赞美这位天上的神 那接下来他才开始查考 这位神到底是谁 他才慢慢的知道说 哦 原来这位神是耶稣基督 难怪他的朋友 星期六的时候都要到教会去 那时候他才知道说 哦 原来要守安息日 他就这样子跟着朋友 每一周都到教会来 来聚会 来听道理 来唱诗歌 后来他就在教会洗礼了 当然他后来 这个经过一段 很长的 这个查考的过程 他才知道说 哇 这位神 是天地的乳宰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我们看第16章的第26节 Let's turn to chapter 16 verse 26 26节 Verse 26 For all the gods of the people are idols But the Lord made the heavens 那这里特别提到说 外邦的神都是虚无的 And here tells us That all the gods of other people are idols 这是空的 我们中文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虚无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That these gods are empty That they're not real 那英文是把它翻译成idol 这是偶像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t called them idols 但是他说我们的神 这位神是创造诸天的 But the Lord made the heavens 在说明这位神 我们所当敬拜的 他应该是创造天地的 独一的神 So this tells us That the Lord that we have to worship He is the God that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所以神 祂是独一的 这是我们在敬拜神 一定要有的观念 So this Lord This God is one and only God So this is a concept that we have to have 这位神是独一的 所以祂的名也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And because this Lord This God is one and only God So His name had to be the one and only name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So today all of us have a name 来区别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And that distinguishes from other people 这位神是独一的 But this God is one and only God 本来祂不需要名字的 He did not require name 天地都要造的 Because He is the one that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可是现在人用自己的聪明 去创造了很多所谓的神出来了 But men rely on their own Intelligence that they created other idols 人做的是用一些 可以看见的物质 去刻出各种不同的形象 来认为说这个是神 That we have carved out different idols With the things that we know And imagined And we call them idols and gods 但是神不应该是被造的 神应该是造物的 But God should not have been created Because He have created everything 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 Let's turn to Book of Zechariah 撒加利亚书十四章 Book of Zechariah chapter 14 第九节 14 verse 9 请读第九节 Verse 9 And the Lord shall be king over the earth In that day it shall be The Lord is one And his name one 这里说神必作田地的王 那日神必是独一我的 这位神他是独一的 And this Lord is one 他的名字是独一我 就是他的名字是 其他名字都不能够相配相比的 His name is also one That means that no other name Can be compared to his name 今天这位神是创造 他说这位神是创造诸天 And he tells us that this Lord This God creates a heaven 所以你看今天 这位神是谁 So today who is this God 耶稣基督 He is Lord Jesus Christ 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所高举的神的名字 就是耶稣基督 And the name that's lifted up In our church is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这位耶稣教会 他所强调的 敬拜的真神 就是这位真神 耶稣基督所属的教会 In true Jesus church The God that we emphasize is the church that belongs to Lord Jesus Christ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位 拯救我们的独一身神 Today if we can come to know This one God that has delivered and saved us 我们就是进入神 要赐给我们的永生里 Then we will enter into eternal life That God has promised to give us 我们请看约安福音17章 Let's turn to book of John 17 看主耶稣基督 他怎么宣告 And let's see what Lord Jesus proclaims 1元福音17章 请看第三节 17 verse 3 Verse 3 And th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e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 你看他这里特别强调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认识你所采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耶稣基督 是独一的真神 是道成肉身来的救主 And so Lord Jesus Christ Is the one true God Is God come to the earth in flesh 为什么今天我们 题目是写 拯救我们的神呢 So today why is our topic Save us God of our salvation 这是我们的宣告 This is our proclamation 这也是大卫诗歌里面 所强调的重点 And this is also the focus of David's Psalms 这位独一的神 他是要救我们灵魂的 And this one true God He is here to save our souls 我们现在请看 犹大书 Let's turn to book of Judah 犹大书 Book of Jude 第24节 Verse 24 Verse 24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keep you from stumbling And to present you faultless Before the presence of his glory With exceeding joy Verse 25 To God our Savior Whom alone is wise Be glory and majesty Dominion and power Both now and forever Amen 你看这里特别提到 这位神能够保守我们不施脚 叫我们可以最后 很完全地站在 他审判的宝座前 And he says that God can keep us from stumbling And present his faultless 他是我们独一的救主 And that he is our one and only Savior 所有的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都是他的 And to God our Savior Alone is his glory and majesty 所以他这位强调 这个 这个 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 And here emphasize that Our Savior is the one and only Savior 他 要给我们永生 That he will give us eternal life 那要保守我们不会施脚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 这个永生不会失落 That he will keep us from stumbling That is that he will protect us So that we will not lose the salvation 那要我们的生命 变得没有瑕疵 That he want our life to be faultless 今天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不完全 So today none of us are perfect 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 我们 很多缺点 我们自己都知道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realize that You have a lot of faults And we are all aware of that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承认 Sometimes we may not admit to it 但是这是事实 没有办法否认的 But this is the fact It's something that's undeniable 就算我们不承认 事实还在那里 不完全就是不完全 Even if we don't admit to it The fact is there We're not perfect 那我们的 我们的不完全 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底下 是可以变完全的 But our imperfection Can be perfected In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这位神拯救我们的时候 And when this God delivers and saves us 他是给我们盼望 He gave us hope 他说他拯救我们脱离外邦 And he will deliver us from the Gentiles 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真的可以完全属神 And that means that he will deliver us And made us truly belong to him 我们可以真的来敬拜这位独一 创造天地的主 And that we can truly come to worship this God That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脾气个性 改不了 And today A lot of times We cannot change our temper Or personalities And in this case And in this case 这位神 要让我们最后能够 无瑕疵地站在神面前 But here tells us That this God will help us So that we can be faultless Before him 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去哪里寻求帮助 来改变我们的个性 Before we knew God We do not know where we can find help To change ourselves 我们有人可能去读很多书 And maybe a lot of people read books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很多书 励志的书 教导我们各种心理状态的书 They may read books That may be motivating to them Or helps change their psychology 我们可能去找很多的心理学家 辅导的专家 来帮助我们改变脾气 And we may have seek help From counselors or psychologists To help us change our tempers 那有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出问题 我们夫妻 有问题 我们可能去找一些婚姻专家 一些心理学专家 来帮助我们 When we have problem with our marriage 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e may seek from professional help From marriage counselors Or consultants 但是我们会发现 最后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But at the end You realize that all these are useless 因为 有一些 有一些方法 对一群人有用 但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有效 Because some methods It's only is helpful And applies to some people But it doesn't work for everybody 我们每个人都很富 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 Because all of us are different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There's no two people That are created the same 没有两 即使在一个家庭 也不会都一样 因为环境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And even within a family There's no two people That's the same Because different backgrounds Different tempers 同一个家庭 长大的孩子 尤其可能 十万 都蓝颜别车 And even two children Grow up from the same family Their temperament may be very different 所以我们不认识神以前 我们可能找了很多的方法 要来求祂来帮助 来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不想要的情况 Before we knew God We may have seek help And find many ways To change ourselves 但是等到我们认识 这位独一的圣神以后 But after we have known This one true God 我们就有救了 We have hope 我们就可以改变了 We can be changed 我们在温哥华 有一位弟兄 In Vancouver There was a brother He came to believe the Lord About a year ago He came to believe the Lord He was a retirement 在中国 曾经 一个很高的职位 管了很多人 That he was in Management position in China 在社会上 也小有一番成就了 And he was rather successful In the society 他的妻子 也是一个高级干部 And his wife also was held high position 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And also was very educated 他们很自然的认为说 什么事情都应该 靠自己来努力啊 So naturally they think that you have to rely on yourselves 那他们真的 在很努力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相对的成就感 And while they work hard And to help themselves They've also have gained success 那他们 退休了之后 就来 来到 其他国家 看他 自己的儿女 But after they retire They went to other countries to visit their children 来到 来到 这个西方的国家 就发现 这里人的生活 形态不一样 And they moved to western society And notice that their their lives are different here 他们 他们的想法 不一样 And that their way of thinking is different 这里很多人的想法 都是有神的 Because many people here in their lives in their thoughts there is God 走到路上 很多人都敬拜 都敬拜神啊 都去教堂 敬拜耶稣的 They're walking on the street You'll find a lot of people go into church to worship God 所以当时候 她想说 她找个教会 来进去看看 And so at the time she thought to herself that she needs to go into a church to take a look 她曾经去过 许多教会 但是她就还没有什么感动 But they were not moved 她自己去 我们这位弟兄 她自己先去 And this brother and of our church that he went first 真的这位神 是看透人的内心的 And this God trually sees through one's heart 她常常去 去这个community center 里面去游泳池游泳 And he often go to go swimming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那她去游泳的时候 她看到一位 一位先生呢 常常坐在游泳池旁边 在那边看小说 And when he went to the community center he saw a gentleman always sitting there reading a novel 想说这个人很奇怪 你游泳池旁边 是要游泳 老是在那边看小说 And he thought that this gentleman was weird Why would you come to the community center not to swim but to read a novel 他自己就在那边游泳 健身嘛 He would exercise and swim 但是他就是 因为语言可以通 他就 有一天 他就跟这位先生讲话 And because they spoke the same language One day he approached him 他就问他说 某某人 你有没有信神 And so he asked this gentleman Do you believe in God 你知不知道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教会 我想要去 And so he asked You know any churches around here Because I want to go to church 刚好这位弟兄 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And this gentleman just so happened to be a brother from our church 说你要去教会啊 And so he asked him If you want to go to church 跟我去啦 Why don't you go with me 你我们明天早上 就有一个查经聚会 你跟我去 That tomorrow morning we have a Bible study So you can go with me 你去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谁是神 然后要怎么去拜神 And if you go to the Bible study you'll know who is God and how to worship him 我们这位弟兄 很积极 隔天一大早 就要他 要他出来吃早餐 And so this brother was very motivated So the next morning he invited him out to eat breakfast 要确定他能够一起来 And to make sure that he will come with him 时间算好 吃完早餐的时候 刚好在他来 教会参加查经聚会 And after they had breakfast and he brought him to church to attend the Bible study 就这样子 我们这位弟兄 被带来教会 And this is how this brother was brought to church 第一次进来教会 The first time he came to church 然后第一次 一起来读圣经 来查考 The first time that he opened the Bible to study the Bible and the truth 他一打开圣经 就被圣经的道理 吸引住了 When he opened the Bible he was immediately drawn to the truth in it 在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 So during the Bible study 他发现这位神很特别 He noticed that this God was very special 结果接下去的安息日 他就被邀请 继续来参加聚会 Then the following Sabbath he was invited to come to church 他在这 在会里面听到诗歌了 And in the church he heard psalms 看到了一些人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赞美神 来求告神的 And he saw how some people use hymnal worship to praise God 他就这样子 继续的 每一周 都到教会里来 来敬拜神 Then every week Every week following that he would come to church to worship God 那时候他的 他的妻子 他的家人觉得 为什么 常常跑到教会去 跑那么远 为什么要那么远 去一个教会呢 At the time his wife and his family thought it's weird why he would drive so far away just to go to a church 家父亲不是就有一个了吗 为什么不去呢 That we have a church right next to our house Why don't you go to that one 他就跟他的家人说 你不知道 And so he would tell his family had changed his character 因为他过去 他是一个很会挑毛病的人 In the past he used to be very nitpicking 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就是管理 管人的嘛 Because his job used to be in management So he would manage people 他总是要看到 什么不好 然后要改进 And so he would always see people's faults and want them to improve 很自然的 他在家里面 就养成这个习惯 对在社会 对人也是这样子 And so naturally that became his habit he would do that to people 所以他其实他心里面不快乐 In his heart he was not happy 你知道我们一个人 如果一直挑人家麻病 是自己会脾气暴躁 Do you know that If you always nitpick other people It also would make you very ill tempered 我们会发现说 很多人都不合我们的意 就是说他怎么没有那么完美 你就觉得 很不能接受 看人都看的都是 不完美的地方 Because when you see people you only see their faults 所以他家里面 他们家人都知道 某某先生是 佛报浪子 So in his family Everybody knew that he had a hot temper 就是很容易就发脾气 然后就 就反正 又很独裁 我说我就算 其他都不要讲了 And so not only he 家长嘛 Not only he was very he had a hot temper He gets angry easily But he was the head of the house So whatever he says goes 就很难 很难过通 改变他的想法 很顽固的 And so he was very stubborn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可是 他到教会来以后 But after he came to church 他发现这位神 拯救他了 He noticed that He realized that this God has saved him 他的 他看人的眼光变了 And the way he looked at people changed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要常常 感谢神 赞美神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we have to give thanks and praise God 我们现在请看 现在请看 Tessalonians 前书第五章 Let's turn to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Tessalonians 前书第五章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The 5章 第十六节 Chapter 5 verse 16 我们请读 第十五节 到第十八节 Verse 15 to 18 Fifteen See that no one renders evil for evil to anyone But always pursue what is good for both for yourselves and for all Verse 16 Rejoice always Seventeen Pray without ceasing Eighteen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那这个这段圣经 真的就发生在他身上 So this passage Truly happened on him 所以常常说要追求良善 And here's his pursuit good 真的我们的神是善的 Because our God is good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 历在这上十六章的 第三十四节说 因为他本是善的 他的实在永远长存 And just like in First Chronicles Chapter 16 verse 34 That God is good And His mercy is everlasting 那所以神是良善的神 So God is good 然后他说要常常喜乐 And rejoice always 如果都是看到 别人的好处 他就会喜乐 然后他就会感谢 他就常常祷告 因为到教会来 他知道怎么祷告 祷告就是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他发现来自耶稣教会 祷告很轻松了 So he noticed that when he comes to church to pray is very easy 不需要再去找很多 很很很 很华与的那个祷告词 很华丽的那个祷告词 来讲给众人听 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压力了 So when he prays he does not feel pressure 就哈利路亚赞美主 He just says 哈利路亚 praise Lord Jesus 从心里面告诉神 And so he would tell the Lord 他带来他的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He would tell his granddaughter to school 心里唱诗赞美神 每天在路上就要走半个小时 就欣赏神的创造 去半个小时 回来半个小时 一边锻炼身体 一边心里面不断地送赞神 然后回到家里面 他看到太太所做的每件事 就说感谢 看到他的女儿 他的女婿回家 努力工作回来 感谢 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感谢 他家人发现 我们这位先生变了 变得很好相处了 他变得不发脾气了 他变得会感谢赞美人了 他变得更敬畏神 他变得 他说他每一个星期六 都等不及的 要到家里去见拜神 就这样子 他的个性 被神改变 结果他的太太 就这样子 观察他的先生的转变 我们这位 这位弟兄 他知道他太太的脾气 他就是很好强的 那脑筋比他还有逻辑 还理性 还有规矩 被他学校训练 非常的严谨 做事非常积极 他知道他的太太是石头一个 讲没有用的 所以他从教会回来的时候 绝果不跟他太太提说 你要来信耶稣 你要跟我来 他都不说了 但是他用做的 他的生活改变了 以前看电视看报纸 现在不看 一有时间就看圣经 然后就唱诗歌 然后脾气改变 他太太看在眼里 这个先生到底怎么一回事 第一次让他太太觉得说 信仰力量非常非常伟大 是这个做太太主动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去教会 因为他看到他先生 这么喜乐 这么满足 这么会感谢 这个太太跟他一起来教会 查考圣经 跟他一起来唱诗赞美神 不到几个月 连这个太太都信了 在很冷的天 都决定要受洗 这位一对夫妻 真的在主里面 享受到神的救恩 所以你看这个信仰 真的是 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 他要改变我们的个性 他让我们知道 只有这位神 是值得敬拜 因为他是独一的 在他的圣所 在他的教会里面 有能力 在这里 能够领受到喜乐 我们看回来 律迦之章第十六章 请读第27节 这里特别提到说 这个尊荣跟威严 在他面前 这位神是极有权柄 这位神的智慧 远超过人手能测度 他用世人所想不到的方法 把自己卑微成一个 像罪患一样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众人才认识他是谁 这个时候 他的尊荣跟威严 才显现出来 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连在那边钉他的 那个百护掌 才发现说 啊 他是个义人 众人才发现 他们错了 但是这个也就是 神要展现出 他爱人的这个 最高的智慧 现在在他的教会里 有能力 有喜乐 所以今天 我们做愿意来求告 这位拯救我们的神 他要用他的能力 无上的权柄 来让我们体验到 在他里面有喜乐 我们不但可以在 结束这个今生的时候 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更可以在今天 今生的这个世代里面 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自由 我们可以真的得到喜乐 我们看人 我们做事的每一个方法 每一件事情 都会变得非常造就 人生如果没有喜乐 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真的是劳骨抽烦而已 但是在这位拯救我们的神里面 我们可以真的得到满足 得到喜乐 将来又可以得永生 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呢 所以28节说 民众的万族啊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主神 都要归给神 愿这位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 来救赎我们 进入他的荣耀里 让我们在他的教会 能够体验到圣灵的能力 也能够体验到 在灵里的喜得与满足 我们在一起来上师 我们一起来上师